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波士顿清华校友会的Tap Talk 本期是Tap Talk的第63期讲座 我们非常有幸邀请到了墨尔本大学的Dr.Frank Wong和Dr.宇孙 来为大家做儿证概论和早期筛查的讲座 那首先让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Tap Talk的活动 Tap Talk全称是清华Alumni in Boston Talks 是一个由清华校友会主办 以分享有价值思想行业洞察和多元人生体验的一个系列主题交流会 我们旨在营造一个属于大家一起学习成长和娱乐的社区氛围 我们相信每个人背后的故事和敏锐的思想都值得被传播与聆听 在本期讲座开始之前 让我宣读一下Tap Talk的全责声明 一,嘉宾的言论和行为并不代表波士顿清华校友会的观点和立场 二,讲座的音频,视频,文字等资料都归波士顿清华校友会所有 未经许可,任何个人媒体不得编辑和转播 如果大家想要了解之后Tap Talk的一些最新信息 可以扫左边校友会公众号二维码关注我们 如果你想推荐自建或者想听某个话题 可以扫右边的二维码,然后填写一个Google for 我们会尽量满足大家这方面的需求 我们还有一个Tap Talk的微信群 一般speaker和以往的观众都会在里面 如果左边的这个二维码无法加入的话 大家可以扫右边这边的二维码 然后校友会的微信小助手可以把你拉入群里面 现在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讲座 然后让我首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本期的嘉宾 Dr. Frank Wong 是2017年毕业于墨尔本大学医学院 现为全科医生 墨医医学英国联合创始人 及首席运营官 2019年起担任维多利亚州中国癌症 与慢性病学委员会的成员 曾针对癌症筛查 新冠疫苗器官捐献等多个话题 进行医疗领域的演讲 Dr.宇孙 2018年毕业于墨尔本大学生物医学工程专业 期间在墨尔本大学的癌症中心 进行前列线MRI的自动化诊疗 毕业后在悉尼大学工作 设计并教授硕士生 Python机器学习 深度学习等课程 现在在一家科技公司 开发医学影像临床AI应用 那接下来我就把今天的时间 交给两位主讲人 来开始今天的演讲 好的 谢谢主持人 然后现在我写一下我的screen 大家能看到吗 可以 OK 好的 谢谢 首先大家晚上好 非常荣幸能够被邀请来 讲一期关于癌症方面的一些科普讲座 然后这一个讲座的形式可能分为两个部分 首先一开始的是我会大概介绍一下 癌症的一些生物学背景 比如说它的一些分子的一些机制是什么样子 然后当大家了解了这一方面之后 再反过头来看我们可能newspaper里面 或者日常生活里面的一些信息可能有一个基本的判断 然后第一部分完了之后 我会跟我的朋友Frank 他是一个GP全科医生来聊一下一些早期筛查 那么这一部分是以colorectal cancer为例 就是节肢肠癌 一个在全球范围内都算比较常见的一种癌症 然后我们两个的介绍主持人刚刚已经讲过了 所以我这里我再重复 基本情况是我是做科研为主 然后Frank是以临床为主 所以之所以划分成两个部分 也就是处于这一个的考量 那么癌症并不是一个非常新的话题 如果我们说把目光翻到大概2400年之前 在古希腊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医学家 叫西伯克拉底 那么在今天的医学史上 西伯克拉底也有很多很有名的一些思想 以及学术地位 那么西伯克拉底在2000多年前的时候 实际上已经有一些外科的手术来摘除一些肿块之类的 那么他观察了很多肿块的一些外部特征 然后他发现很多肿块上面这些血管路章 张牙无爪一样 很像这个弹蟹或者一些节肢动物 所以那时候他把这一种现象命名为叫做 我不知道这个希腊语什么 我不知道在座如果有学希腊语的可以纠正 如果光从这个拼音这个字符的拼写 卡均诺可能是这么发音 那么这意味着 这在希腊语里面表示着螃蟹 或者一种类似螃蟹的一种生长在水里的一种鱼 一种节肢类的动物 当然不是鱼 然后再后面一点 大概在过了三四百年的时候 罗马的博物学家Celsus 然后把它翻译成拉丁文的Cancer 另外这个词 在现在的医学里面Casinoma 也代表着中流 所以Cancer跟这个Casinoma 实际上最早是来自于螃蟹这一个词根 那么之所以是螃蟹 因为它长得 那个血管的形状有点像那种螃蟹的形状 所以当我们看 为什么说星座巨蟹就是Cancer 因为它跟血相关 所以这里面的典故来自于这里 那么有一本非常有名的书 癌症的Emperor of all maladies 讲的是 翻译过来就是说癌症是万病之王 台湾出版社有一个中文版的翻译 那么它表面就是画着一只螃蟹 有时候你看到一些其他的书 或者topic上面有一只螃蟹跟Cancer有关 实际上就来自于这个典故 那么这是西方的一些历史 我们看东方的历史 那么大概在同一时期跟西伯克拉底的同一世界 就是说战国时期公元前400年左右 那么那时候的黄帝内经 中医学现在的一个理论的一个经典著作 里面就齐伯跟他的一些医疗大臣 相当于现在的医疗首席医疗顾问 sorry 是黄帝跟他的一些首席医疗顾问 里面就包括齐伯 那黄帝就问石家何如 就说石家这个病是什么 那么石家这个描述实际上就是讲的一些肿块 像石头一样 那么齐伯约石家生包中 那么这个包肯定不是指细胞 那个时候还没有理论知识 知道有细胞 这个包在这里应该解释成包公 也就是妇女的子宫里面 因为在那个时候可能观察到很多 在妇女的子宫里面会生长出一些肿块 所以齐伯的回答是这个 但这不是一个非常系统的总结 但可以反映成那个时候已经有这方面的记载 然后到隋朝朝元方的诸病猿猴论里面就提到了增加 可以说是比较广泛的提到了增加 在张仲锦汉代的上汉杂鞭论里面 其实已经提到了增加这个词 再到后面这些肿块被称作为阴这种病 但那时候的阴可能包括了一部分的肿瘤 也包括了很多像甲状腺肿大那样的病 统称为阴 因为古人没有办法分辨 它到底是癌症还是不是癌症 第一次确立这个癌这个词 大概是在宋朝的时候提到了癌这个字 我们看癌这个字 首先它是一个病之头 代表着它是一种疾病 然后上面有三个口 代表着它是以某种重复的形态出现 好像是某种东西在不断的分裂 下面是一个三 代表着它是从感知上面来讲是比较硬 所以癌这个中文的这个字 实际上是囊括了很多肿瘤的生物和物理的一些基本的属性 然后再到后面 晶元时期是战火比较动乱的一个时期 因为南宋 从南宋开始就 那个辽国 经国再到后面的园 这一段时期是属于战乱不断 晶元时期出了四大医学家 晶元四大家 然后其中最后一位是朱丹西 在他的书里面记载了很多关于乳腺癌 当然它不见得叫乳癌 它叫乳炎 现在很多医院里面就有乳炎 可实际上是延续了这个说法 然后谈到了一些那时候的治疗方式 然后一些论述为什么会常认这个 所以说总体而言东西方对于癌的一个记载是一个 大概在可以追溯到大概2000多年前 有的可能说更早 大概公元前4000年 古埃及有的记载 不过大致它的历史是非常长的 如果说我们把目光转到今天来看一下今天的一个分布情况 那么首先这是从WHO来的一张图 这个图的来源是Global Can 然后如果你搜这个词可以找到这张图的来源 我下面放了Source 那我应该把这个词当时应该放上去 基本上这个机构可能每隔几年一两年就会update一下 这个全球癌症的一个发病的概款 那么这里显示的是2020年 也就是说我们找到最新的一些数据 它有好几张这样的地图来显示它的发病情况 但每一张会显示不同的信息 这里显示的是最每个国家里面最常见的 发病率最高的癌症的种类 然后用不同的颜色把它表示出来 首先我们不看左下角的那些 只看颜色 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在男性里面 这张图是反映的男性里面 它有很明显的地域的一个变化 我们看简单而言亚欧板块 是一种颜色 然后美洲是另外一种颜色 包括澳大利亚 非洲 沙拉或者云南的部分 也是一种颜色 那么我们来具体看它是哪一种 首先绿色这种是最多 它代表着潜力线癌 然后在研究 流行病学里面会发现在西方 生活方式为主的国家 以及 黑人比较多的地方 潜力线癌的发病会比较高 那么如果你把这两种因素叠加在一起 那就是生活在西方国家的一些黑疫 他们的发病是最高 那么一个群体是最高 那比如说African American African 或者African American 应该叫African American 就是说非裔的一些 生活在美国的一些人群 他们的潜力线癌发病是最高 然后相反在亚洲 比如说中国或者 韩国这些国家 朝鲜这些国家 潜力线癌的发病会相对比较低一点 那么这个跟饮食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吃豆制品 或者喝豆浆 那么一些行为 可以降低潜力线癌的一些发病 然后我们看蓝色这一部分 是肺癌的发病情况 那主要是比如说 我们国家男性发病最高的 可能是肺癌 这个可能程度上跟 比如说工业化进程 环境 空气质量是有关系 包括炒菜 经常爆炒产生的一些油烟 这些实际上都是紧密相关 很有趣的是 如果跟随一些 调查 来跟随 如果说从东亚的一些人群移民到美国之后 会发现 他们原本潜力线癌的发病率比较低 但是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 隐私的改变 他们的发病的一个模式 会逐渐的和当地的一个发病模式 就是吻合 然后剩下的几种癌症 比如说 Colorectal 节肢肠癌 Liver 肝癌 Stormach 胃癌 然后这个是口腔的相关的一些癌症 再包括最后的一个食道癌 所以这些都是跟消化道相关 那肝癌可能直接或者间接 可能更多的是间接与消化道相关 那这些都是跟消化道有关的一些疾病 但这张图实际上展示的只是它最发病最多的一些 其实在中国里面有很多下面的几种癌症 那么一个常见的一个pattern是 如果你把人的消化道想象成是一根吸管 一根管子的话 那么经常发病的实际上是在它的头跟末端 并不代表说中间不发病 但是你如果看它的发病的一个情况的话 比如说它的头端是食管 然后胃 有十二指肠之类的那些地方 然后在它的末端就是Colorectal 偏向于直肠的那一边 那么这是一个比较有趣的observation 我不知道最近有没有新的解释能够解释这一部分 Anyway 这是关于男性的全球发病的情况 那么来看女性的发病的一个情况 那么跟男性的相比的话 那么很明显我们看到青衣色的大部分地方实际上都是这种 Magenta 阳红色 如果来看左下角 它是哪一种Cancer 就是乳腺癌 那么可以看到乳腺癌在全球的发病都实际上是比较高 这也是为什么其实在很多国家对于乳腺癌的早期筛查的力度是比较大 然后再往下的可能是一些其他的癌症 那么女性其他的还有一些公经癌 卵巢癌的发病 当然主要的还是以乳腺癌为主 OK 然后这看了一些比较宏观的东西 然后我们下一步要看一下微观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知道癌症肯定是细胞的某个地方出了问题 那么具体是哪里出了问题 我们想要用下面的几张slide来进行一下铺垫 那么美国的一个学学家Williams James说过 我们想要了解一些abnormal的东西 最好的是看一下normal的东西是什么 对吧 就好像我们如果有做混音的 想知道如何把一首歌混好的话 最好的办法是看一下现有的一些歌 他们的频率分布中频高频低频 大概是什么样子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正常的细胞 然后里面有什么 然后距离是哪里出了问题 然后当我们反过头来再来看一些 关于癌症那些论述可能会比较make sense 那么这可能是高中里面学的一张图 那么首先 人体是一个多细胞的一个组织 能大概有三万亿的一个细胞来构成 这里展示的只是其中一个细胞 准确来讲人可能就是一堆那样的细胞 每一个细胞大致又长成这个样子 但不是所有细胞都是这个样子 但是大部分是这个样子 因为有些细胞可能没有细胞核 比如说红细胞 我们这里讲的是一个总体的一个规律 那么首先细胞外面有一层膜 来把它包裹起来 那否则的话里面的内容物都 全部跟周围的环境混在一起 也就不存在一个独立的细胞 那么它里面有一部分是制造蛋白质 那么这部分主要是内质弯 核糖体以及高尔基体 这一部分这三个系统是制造蛋白质 也就是说我们生命活动的一个主要执行者 然后我们生命活动需要能量 这部分能量是通过线粒体来提供 线粒体就好像细胞里面的锅炉 一个发电杖 它把我们吃下去的葡萄汤 变成能够被细胞利用的 ATP 我们高中可能学过ATP 是生命活动的一个通货 葡萄糖就类似于 我们吃进去的东西 可能类似于国家说 借了多少外债或者什么 那这对于每个人而言 可能是没有多大意义 因为国家收了别人多少亿的外债 跟你每个人 实际上是不能直接挂钩 这就好像说我们吃进去的食物 跟每一个细胞没有直接挂钩的可能 直到这些外债被转化成了 钞票给发给到每个人的手上 那么这个线粒体matochondria就是做这件事 把能量转化成细胞可以利用的一个形式 OK 然后我们会看到一些类似这样的叫做Lysos 就细胞里面也在不断的新陈代谢 有些没有用的东西会被回收掉 会被溶解掉 这个主要就是在Lysos里面 它里面是一些腐蚀性 消化性比较高的一些酶 它把一些没有用的东西都收回去 OK 那么讲完这些之后 讲一个剩下的就是一个最重要的 就是细胞核 细胞核里面包含着遗传物质 也就是我们熟知的DNA 那么在人里面是DNA 在一些病毒里面 它的遗传物质主要是RNA 当然病毒它没有一个完整的细胞的一个结构 它只是一些简单的RNA或者DNA 外面包含着一个简单的蛋白质 那么在细胞里面实际上每一个地方 它都是一个高度配合或者严格调控的一个程序来进行 那么任何违背的那种运行法则的 要么会被消灭 要么会导致疾病 所以我们大概总结一下 细胞是一个生命的一个基础单元 我们如果说把现有的生物拆分成最小的结构 而保持生命的那就是一个细胞 病毒虽然没有细胞 但是它依赖于细胞来进行繁殖 对吧 像我们的新冠病毒 它里面有一个核酸 外面包裹着一个蛋白 新冠病毒没有办法复制自己 它必须寄人篱下来跑到我们人体里面 通过模融合的方式 把它的核酸导到细胞质里面 来用我们的工产来生产一些 对它有利的一些东西 然后最后生产出很多跟它一样的一些组成部分 再拼接成新的细胞再扩散上去 所以说我们需要依赖细胞来进行生命的演训 然后它里面包含着一些细胞器 就是刚刚讲的这一些小的独立运行的一些模块 然后这些细胞器是演个分工 类似于一个社会 那么如果你有兴趣可以看一下 这些细胞器是怎么来的 实际上这里面关于进化的演说也比较多 比较常见的一个说法是 这些细胞器可能在早期的时候 是一些独立的其他的生物 最后被吞噬成现在的一个情况 那么一个佐任就说像线粒体里面 实际上它有自己的一些遗传物质在里面 它是区别于我们细胞核里面的遗传物质 OK这是细胞的一个简单情况 可能有点像重温了一下 我们高中书上面所讲的细胞情况 那么下面来讲一些几个概念 就是说染色体染色质核DNA 那么你可能问这个为什么要谈到这个 实际上我们谈到这个再回过头来看癌症 可能比较make sense 首先我们刚刚提到了细胞里面包含着细胞核 细胞核里面存放的遗传物质DNA 对吧 实际上这些DNA 你可以把DNA想象成一些线 就我们平常做的一些毛线 你的毛线 当然你那样处 就简单的把毛线全部拉开 放在一个地方 它是一种形式 然后把毛线绕起来 围着一个东西 把它绕起来绕成一个球状的东西 那也是另外一种存在形式 对吧 所以对于我们的DNA而言 我们讲的DNA实际上 讲的是像毛线一样的这么一种存在形式 它的物质就是一种线性的存在形式 当然如果说以这种形式来储存它 是非常的 inefficient 那么当我们不用DNA的时候 细胞会把它绕着一种蛋白 叫做主蛋白 绕着它来进行缠绕 最后会变成一种 这样的一种形式 这就是我们把这种DNA 加上histone 就是主蛋白的形式 叫做染色体 它会想象出一种这样的形式 那么这是我们不用它的时候 它是以这种形式存在 当我们需要复制这个DNA的时候 你不可能说 在这种情况下 还能读到它里面的信息 你必须把它展开 就好像一个磁带 你不可能把它乱作一团 能够读取里面的东西 你必须把它展开成一条线 所以当它展开的时候 它就变成了染色字 它是一种比较 不是以这么紧密 堆积的形式存在 而是一比较散漫的形式存在 所以我们说染色质跟染色体 都是DNA围绕着主蛋白的一些混合物 它只是说在细胞的不同时期 以不同的形式存在 那么刚刚提到 所有的遗传信息是类似于一种线性的形式存在 那这种线性如果你把它 Zoom in来看它就是我们知道的酸螺旋结构 酸螺旋结构里面的信息实际上是以上面的 我们叫做剪辑对的形式来encode 那么这些信息最终会被变成 protein就变成蛋白 然后蛋白会执行一系列的功能 那么假如说这些信息出了错 比如说我原本这里是一个A 它变成了别的 或者说它有好几个原本是一个样子 但是因为外界的干扰或者什么变成了别的 我们就把这个叫做突变 那么大部分突变可能是不会导致直接有害 就好像说你拿一本书的话 把里面的字简单的篡改几个 它可能并不会给读者造成一种非常大的影响 因为读者可能发现 这里出版社怎么这么粗心 这里给印错 它可能可以根据context上下文来反映出 这里是错 然后把它纠正过来 所以说大部分的random的这种修改 实际上可以被细胞自己来修复 但是在有一些情况下 它可能修改的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点位 也就好像说这本书里面只有 这一个地方出现了某个人的人名 或者一个数字 或者一个年份 但那一个被不小心修改的话 可能导致一些下游的理解性非常严重的错误 所以DNA对于一个细胞而言 它好像一个细胞的一些宪法 它包含着细胞运行的一些所有的一些规则在里面 举一个比较通俗的例子 这就好像说加盟店 比如说麦当劳 它里面有它的一些规则和一些食谱 你不能随便更改这些规则和食谱 否则下一间麦当劳 它就可能做出一些别的东西 OK 这是关于 DNA以及为什么它重要的 一个小的总结 那么刚刚提到细胞是不断的分裂 因为我们人实际上 一开始只是来自于一个受精卵 那就是一个细胞 那从一个细胞变成那么多亿个细胞 实际上就是靠不断的分裂 那分裂的时候 DNA实际上是每一次分裂都是先复制再分裂 先复制再分裂 所以每一个细胞里面是包含 等份的DNA 那么DNA的复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行为 那么我刚刚提到细胞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小的component 你可以把这些 比如说这一个看成是一个工人 这个看成是一个工人 然后这里也是另外一个工人 这是另外一些工人在进行着这个复制 那么对于这些工人实际上都是一些霉而言 他们看到的我们这个社会的宪法 也就是说这个DNA这一本书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书 它不像我们可以拿一本书直接在手上翻 它好像说要好几个人 一个人架着这本书 另外一个人把它的用毕生的力气 把它的每一页给翻开 然后再有一些人在那里腾操这本书 所以我们可以完成对这部宪法的复制 所以这个一个细胞 这个整体社会可以分成两个小的细胞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在这些 首先托普易构美 这个是翻译成中文的话 它简单而言是把这些旋给先切开 然后把它流转过来 再把它连接上 因为它这个 好像电话绳子那些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用过那种 有线电话的绳子 它实际上是有一定的扭力 这种扭力会导致后面把它解权变得非常的复杂 所以细胞里面有一个 每次专门消除这种扭力 当然这种扭力 如果你用过电话的话 可以让那个话筒放下来 让它自己转回去 那么对于细胞而言 这是非常的没有效率 它产生一种更有效率的方式 就是说先把它切断 切断了把它扭转360度 再把它接回去 来消除这种扭力 一旦这种扭力消除之后 这个相当于一个 Zip 相当于一个拉链一样的形状 需要把它解开 就靠 主要是靠这个helicase把它解开 解开之后下面的人来开始腾操 那么我们想象这种情况 比如说好几个工人 把一本DNA这一本书把它架开了 开始腾操 他们已经非常的辛苦 那么这时候突然外面又来了很多 比如说有一个外敌打进来 或者说突然粮食短缺了 或者怎么怎么 或者氧气不够 那么这些人腾操的时候 就会发生错误 他们可能是因为 对于人而言可能是因为distracted 对于分子而言 他们也可能distracted 当然他们的distraction 可能是来自于其他分子 对它的干扰 人的distraction可能是来自于 精神上的压力 那么一旦这些产生distraction之后 它有可能复制出错 那么一旦复制有问题的时候 刚刚提到细胞有一套机制可以纠错 但是有一些时候这种纠错机制 可能没有发现全部的错误 那么这一条DNA就会被遗传到下一个细胞 那么在这种可能一次出错 并没有太多问题 但是下一次的复制 也有可能出现类似的问题 但经过很多代的叠加之后 这些问题有可能反映成某种疾病 OK那么下面是也是高中的一张图 那么这里可能只是细讲了一下 它里面的一些机制来表现一下 里面的复制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 而且它很容易出现错误 那么DNA被复制完之后 细胞会产生分成两个 首先它会有一个反垂体来生成一些丝 像蜘蛛丝一样连着每一个展色体 然后分别往两边拉 最后分成了两个细胞 OK这是关于DNA的复制 以及它里面的一些有可能出错的地方 当DNA复制或者细胞复制的时候 实际上它并不是没有纠错功能 我们细胞实际上是在一个叫做Cell Cycle的运动当中 这种Cell Cycle你可以理解成我们人有年的一个节律 每年你要休假或者怎么样 有季度的一个节律 每一个季度可能要做一次报告 对吧 来算一下自己的营收或者财政一些情况 有每个月的一些节律 有每周的一个节律 每周我们要休息两天 细胞里面也有一个这样的节律 然后在细胞进行复制或者分裂的过程中 实际上是有不同的地方会产生我们叫做Checkpoint 这种东西 这个大概是在一九九几年的时候 但是呢几位诺贝尔奖就是因为发现了细胞的Checkpoint 所谓Checkpoint指的是 当你的细胞进行复制 中间可能出现错误的时候 这些Checkpoint会来Check 你是不是在一些关键点位已经做到位 对吧 我们如果再用麦当劳这一个例子 就好比说我们现在有一家麦当劳店 我要把它分成两家 那么分的时候 我必须要把那个type抄过去 那就好像复制DNA 对吧 它是BitMac 我不能把它抄成比如说 鱼香肉丝或者什么 那么一旦说它抄成了鱼香肉丝 进到下一个 它就没有办法pass这个Checkpoint 因为有人到你店里来去看你的麦当劳 卖的什么 结果发现里面 怎么有这么多 这种不是原来财富的东西 他就说OK stop here 然后不让你的店继续开 或者说能够repair的就进行repair 不能repair的时候就进入一些 termination的一些process 那么这些termination 叫做apoptosis 就是细胞雕丸 所以细胞有一系列的监管措施来维系着 它的DNA 在复制到下一个的时候 是一个大致正常的一个运作方式 为什么说是大致正常 因为它checkpoint不能check 整一条DNA是完整 完全跟原来是一模一样 它只能check在一些节点上面是完全一样 OK所以这是我们讲 cell cycle有一些checkpoint 就好像我们 那些franchise开分店的时候 要检查里面的一些东西 那么这些checkpoint 或者一些检查机制 很多情况是依赖于tumor suppression genes 或者一些类似那样的蛋白来起作用 当然不是所有checkpoint 我们这里讲的是整个细胞里面的一个纠错机制 很多情况下是依赖于这些tumor suppression genes 来防止细胞过度的增长 首先来谈一下genes跟DNA的一些区别 我们刚刚提到DNA是一条链状的东西 那么在这些 相当于一条磁带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 那么在这些磁带上面有一部分 有一些部分是有意义的 比如说你播放这段磁带 它讲的是你能听得懂的东西 那么在有一些地方是完全空白 或者你不知道它在讲什么的东西 那么genes实际上就是代表着 它里面有遗传效应的那些 它可以被incode成蛋白质的那一部分 就叫做genes 所以genes是DNA的一些片段 有遗传效应的一些片段 那它的本质还是跟DNA一样 就是脱氧核碳核酸 它的化学分质 它是一样的化学分质 只不过说它是DNA的某一些片段而已 那么我们人大概有2万个基因 那么2万个基因里面 其中有一些我们把它叫做oncogines 那么这些oncogines实际上是 promote cell growth 就是说这些基因所产生的蛋白也好 它们的功能也好 实际上是能够promote 就是说能够帮助细胞来增长 然后有帮助就肯定有suppression 另外一部分就是来suppress cell growth 其实我更倾向于把它想理解成一个是它的作用点是在cell growth 而不是跟直接跟癌症相关 不过terminology是这样我们就沿用原来的terminology 就我们把它理解成能够promote cell growth 我们就把它这种基因就叫成oncogines 能够suppress cell growth 来监管这种不要发展的过快 我们就把它叫做tumor suppression genes 那么在很多癌症里面会发现 它实际上是这些e癌经营 tumor suppression genes发生的突变 我们刚刚提到DNA是encode 所有的信息在这里面 如果里面发生了错误的话 而这种错误恰好又是encode 这一个分子的话 这一个蛋白的话 那很有可能会导致它的功能上市 因为它的功能本来就是抑制细胞的增长 一旦它的功能上市就好像这部车没了刹车 细胞就可能不受控的一些增长 然后cancer往往是这一系列因素的一个叠加 但可能并不是说这个细胞丢失了某个菌之后 一定会变成癌细胞 但是我们人是有很多个细胞组成 而细胞分裂和损伤无时无刻的发生 所以这是一个概率的问题 当它丢失了一些菌 然后其他地方又发生了突变 然后又一些了突变 就可以看到疾病可能是从一个正常的细胞 变成一个早期的一些肿瘤的样子 可能还是良性 然后一直到后面的比较晚期的一个肿瘤 最后可能变成复发 sorry不是复发 可能变成转移 转移就是说它从原位的一个地方 变到了一个很远的一个地方 就好像说一个麦当劳 它变成了一个别的店之后 它不但在当地有那个做的劣质食品的一些店 它还把这些店开到了全国各地 所以这就是从基因的功能上来讲 不断地丢失它 会导致一个细胞 它会不断地做出一些出格的事情 OK 那么你可能会问哪些东西可能会导致DNA的损伤 影响它的负质 或者本来就在损伤的DNA 那么可以说任何 对任何物理化学或者生物的因素 只要足够的大 都可能导致DNA的损伤 那么在毒性学里面 有一个有句话叫 这个剂量决定毒性 当一定的物质剂量足够大的时候 它都有可能对我们DNA造成损伤 比如说有些物质可能说它的阀 它的预知比较小 它可能比较小的一点物质的量 就可能导致这种损伤 这是因为它的分子结构 可能跟DNA的结构比较契合 它很容易嵌插到DNA里面 或者与DNA发生相互作用 那么比较常见的就是说 发霉的一些花生或者食物里面 有还取霉素 这种是比较强的一个致癌物质 它跟DNA的作用是比较强烈 那么比较常见的另外一些 比如说晒太阳里面的UV 我们的可见光里面包含着 从400纳米到700纳米的一个光谱 左边的是红 这边的是纸 所以我们讲的更多的是偏纸这一部分 或者纸外面看不到的这一部分 叫做纸外观 这是因为纸外观它的能量比较大 在量子力学里面 E等于Hμ H是普朗克参数 μ是它的这个频率 当然我们波长 说错了 这个是700 这个是400 700这边是大的 这边是小 对于小的波长而言 它的能量比较大 所以在后面谈到的 如果是Radiation Therapy 用Radiation去治疗肿瘤的话 那些都是一些能量非常大的一些射线来进行治疗 所以UV是一个常见的因素 然后 但还有一些其他的电力辐射 我这里提到了 在Radiation里面有一个共识 就是说不管这个电力辐射有多小 它实际上都是有害 并不像说很多化学物质有一个预制 所以对于电力辐射还是尽可能的原理 那么什么叫做电力辐射 电力辐射实际上指的是 当它能量足够大的时候 它能够把原子的一个电子给打走 那么常见的电力辐射 就可能从UV的某一个地方往上 才是一个电力辐射 对于红外而言 我们并不担心电力辐射 或者可见观 它并不是电力辐射 所以当你们用烤箱的时候 没人会担心说 里面产生的红外会造成癌症 但是如果用太多医院里面的纸外灯 就会有这种警告 所以因为那个 它从量子力学来讲 它的能量比较大 有可能三级到DNA OK 我们刚刚谈到的都是单个细胞 然后这里估算了一下 人一共有多少个细胞 这里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 可能是以十亿计或者万亿计 那么现在基本平均寿命都到八十岁 所以说这种这么多的细胞 然后在这么长的时间内要修复那么多的错误 那么不可避免的它在时间越长的情况下漏掉的一些错误会的概率会更大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肿瘤可能是在年纪比较大的时候可能发病会比较高一点 所以总结上面的一些知识点的话 我们不难看出 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癌症 它实际上就是一些坏掉的细胞 同时逃离了细胞的这个quality control的机制 那么这个quality control 在细胞内就是靠各种checkpoint来完成 在细胞外面就是靠细胞与细胞之间的一些沟通来完成 在细胞层面也有可能 比如说一些免疫细胞可能发现一些 就是已经变坏了的细胞 它可以把它清除掉 那么一旦细胞的这两个层面都发生了逃脱 而且它的DNA也发生了变化 那么它就有可能自立门户来做一些分裂 那么就变成了肉眼可以看到的一些肿瘤 那么一旦它变坏了 它有什么一些明显的特征 首先第一个最明显的是 It looks bad 它看起来就不像一个好人 或者一个好细胞 那么这里举了一个例子 是以前列腺癌为例 前列腺癌里面有一个scale 叫做Gleason scale 那么这个是衡量 这个肿瘤有多恶性 有多aggressive 我们讲肿瘤越恶性 它越aggressive 就比较有侵略性 它越容易侵略周边的一些组织 那么看到Gleason gray 是1到5的一个级别 当然对于其他的肿瘤 它可能不用Gleason gray 但它有一个类似的一个gradient system 那么这里大家看到的是histology 组织学的一个切片 它实际上是把细胞染色 在切片之后 在显微镜下面看 细胞质会被染成粉红色 就大家看到的这些粉红色 然后细胞核会被染成 类似更加深色的蓝色 所以总体来看 这张图片是粉红加蓝 总体看上去类似紫色 那么一些因素 anyway 我们来看Gleason比较低的 可能更偏向于正常细胞的 就是Gleason 1 它是比较well differentiated 所谓differentiated 就是说每个细胞都长得比较好 长得比较好 就长得比较uniform well differentiated 每个细胞 如果它有自己的工作的话 它会分工比较明确 对吧 有的细胞可能就是分泌某种蛋白 有的细胞就是 只是做某种结构性的支撑 它的分工是非常明确 那么随着这个恶性程度的增加 从1到2到3到4到5 可以看到的话 它的形态是越来越不规则 越来越不规则 它有可能一个细胞里面 有多个细胞核 或者某个细胞核里面 它包含的DNA的数目 跟原来的正常的细胞 已经发生了很明显的变化 或者说它们的DNA 它们的染色体相互发生了交换 并不是原来完整的染色体123 它可能变成了染色体1的一半 跟染色体2的一半发生了融合之类的 那你可以想象 如果两个磁带发生了融合 它里面的信息很可能发生了变化 那么一旦我要这种信息来构建出来的新的细胞 它里面的运行法则 已经和原来的细胞 产生了很大的一个区别 就好像你把任何两个法律的条文 它的审判结果互换的话 那整个社会有可能出现很大的乱逃 OK 所以从1到5 我们看到从Well-differentiated 已经变到非常的Poly-differentiated 变成了这样的一个结果 那么如果我们来看它的一个表现的话 在Gleson-1的时候 它可能是一个良性的种类 然后到后面的话 它变得越来越aggressive 然后这个是我提到的 它的DNA也可能发生很大程度的变化 表现为染色体 比如说这是一个癌症人体细胞里面的 正常人是有23对染色体 然后每一个染色体应该只有两个 那你看到这里可能有三个 有些可能更多 比如说这里在里面 所以它的遗传物质已经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 那除了看起来比较bad的时候之外 它behaves也比较badly 比如说正常细胞 它是有控制的一个分裂 当没有growth factor的时候 它是以这种形式来增长 growth factor可以想象成 你踩一个车的油门 所以一部车不踩油门 它可能就维持在10公里左右 在开对细胞而言随着天数的增加 它并不会增加特别多 当你加了growth factor 就是促进它增长的话 增长细胞会有一个boost 但是它最后还是会停在某个阶段 它不会无限制的增长 就好像说你踩了油门 但是也有胶规来限制 你不可能开到100公里以上 或者120以上 那对于cancer cell就是另外一个story 当不踩油门的时候 它已经可以无限制的增长 只是速度比较恒定了 那一旦有了group factor之后 这一条线是with group factor之后 相当于它无限增长 另外又以更高的速度来增长 所以这几条线实际上是反映了 正常细胞和癌症细胞的一个本质的区别 那么如果把它放在培养明里面 正常细胞是比较有节制的生长 它一旦铺满了整个培养明之后 它形成了一个single cell layer 它是一个单层的细胞 它不会说没有节制的再往上增 那对于肿瘤而言 它不存在这样一种 节制的行为 它是一种表现出来的 就是说没有什么规矩 比较杂乱无章的一种增长 所以即便是它铺满了整个培养明的底部之后 它会建立第二层再在上面增长 从形态学来看 一个是比较有序的 类似一种晚转的单层的结构 另外一种可能是比较无序的 多层的一个结构 那么当然刚刚提到的只是它众多表现的一个 一个方面 实际上对于癌症的认识 不只是这几个方面 那么最近可能近十年来有一个paper叫Hallmarks of Cancer 那他作者也另外写了一本教科书叫The Biology of Cancer 里面实际上提到了总结了癌症常见的一些 一些behavior 对吧 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groove 实际上只是其中一点 其他的基点包括它比较invasive aggressive 它可能会侵犯周边的一些组织 就好像这家已经变坏了的麦当脑 它不但卖一些杂七杂八的吃的东西之外 它还诋毁其他的麦当脑店 但我这里只是以麦当脑做一个例子 对麦当脑并没有任何偏见 就说它除了自己变坏了之外 它还开始诋毁其他好的电影 我让它们也跟着一起变坏 这就是invasion 如果这种invasion是在周边的话 这种叫做local 如果它是在比较远端的就是distance 那么distance的一般的一个说法就是metastasis 它已经转移到一些比较远端的地方 然后细胞可以不死 那么正常细胞分裂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分裂了多少代之后 它就没有办法再分裂 这是因为每一次分裂之后 DNA会缩短一部分 那么DNA用了很多次之后 它已经短到不可能再复制 它这个细胞就没有办法再复制 那么对于癌症而言 它有一个酶叫做端粒酶 可以修复这一部分缩短的地方 所以每一次复制完之后 癌症还是它的DNA长度并没有发生变化 所以它可以不断地复制 最常见的是 我们实验室里面 现在实验室里面 常见的head cells 这是一个经常用来做药物筛查的 一个癌细胞 那么head cell 它现在实验室所用它之光 它分裂出来的一个种数可能远比 当时head的这个病人身上的 那个细胞种数要多 但是它现在还是可以无限制的分裂 所以它是immortal 然后另外一个它可以induce angiogenesis angio指的是血管 genesis指的是生成 比如说创世纪genesis 就是发生生成 简单而言 它就是可以诱导血管的生成 因为癌症需要营养 它会散发出一些假的信号 然后让血管向它生长 然后resistant cell death 这个就是逃逸 细胞雕丸的那些基础 然后我们稍微来看一下这个induce angiogenesis 肿瘤需要大量的物质来补给它 比如说它这里的生长肯定是需要很多的葡萄汤之类的一些物质 那么正常的血流已经不足以运送这些物质 这就好像说一家 就是说这种坏的集团或者什么 它要发展 那肯定是需要物质或者人员来进行发展 所以它需要建高速公路来给它运物质 所以到最后情况下是血管会向它生长 这种现象叫做angiogenesis 那么现在已经有很多对付angiogenesis的一些treatment 比如说这里的话 这里有一个肿瘤 但这只是一个artwork 这不是显微镜下面或者任何scientific的一个照片 这只是一个示意图 这是血管 血管之所以向它生长 是因为肿瘤分泌了一种信号 叫做VEGF 就是vascular epiphylial group factor 那么血管收到了 血管上面有一些受体 EGFR 接收到了这些信号之后就会向着那个方向伸展 所以最后这个高速公路会向着这个肿瘤来偏袒 那么既然你是发送这种信号 在这里是与这种浅蓝色的作为这个 这个EGF来表示 Vascular EGF来表示 那么我们可以做的是 当你信号一旦发出之后 我可以把这个信号给中和掉 所以这种紫色的是抗体 所以常用的一个办法是用一些 VGF的抗体去抓这些肿瘤发射出来的这些信号 然后把它给抑制掉 所以血管并不会接受到这些多余的一些信号 所以最后可能这一部分新长出来的血管也没有办法维系 因为血管本身也需要营养来维系 最后可以可能说这一部分枯萎掉 高速公路被切断 OK 但这个只是在某个侧面来稍微谈了一下 这些whole marks 如果有兴趣可以找这一篇 这是一个更新的 Next Generation 它有两篇文章 这可能是第一篇文章里面谈到的几个最主要的特性 后面里面谈到了更多 可能有十来个特性 那么再讲其他的更generalized的一些treatment 最早的可能是用手术的办法把它给切除掉 对吧 然后大概在19几几年的时候 人们发现了放射性 那么比如说 Mary Ann Purio Curie 玛丽 朱丽夫人 他实际上是在MSK工作过 就是Snow MSK Snow Snow Memorial Katherine Snow Memorial Snow Katherine Kansas Center 这是纽约的一个比较大的Kansas Center 当年菊里夫人事实际上是在那里工作过来发展一些 用放射性来治疗肿瘤 因为有一些肿瘤它可能位置比较深 你不可能说开刀那么深去把肿瘤摘去 但是你可以用放射性能量比较高的一些射线去杀死那一部分肿瘤 那么这是一个大块 对于现在而言 这一块已经分成很多个分子 EBRT External Beam Radiation Therapy 就是说这个放射的射线是从外部介入 还有Internal 这个叫做Brachytherapy 这代表着植入一些带放射性的一些小的颗粒进入到肿瘤内部 然后对于乳腺癌或者前列腺癌常见的是 用Brachytherapy 但也有用External Beam 在External Beam里面最新的一个就是用质质 Proton 来作为这个放射的一个Source 常规的可能是用高能的X-ray或者电子 那么这所以用质质是还是根据量子理论它的能量比较大 它可以深入精确定位到的地方 可能比这种相对来讲能量比较小的要好一点 但这个之所以说小是相对质质而言比较小 这个对我们可见观而言已经是非常大了 OK 然后再往后面 因为细胞不断分裂才导致了肿瘤 所以说常见的一个手段是抑制细胞的分裂 那么这就是Chemotherapy 通过各种分子来减换细胞的分裂 但这个也是Non-Selective 所有跟分裂有关的生物行为都可能被抑制 所以病人有可能掉头发或者贫血 这些都是Chemotherapy的副作用 然后再到后面 因为对于每个癌症可能研究的比较透彻 对它的分子机制可以涉及一些小分子 Inhibitor 来干预这些肿瘤 所以这就是变成现在比较用的比较多的Target Therapy 像刚刚提到的这个Angiogenesis的Treatment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种Target Therapy 但还有很多别的Target Therapy 比如说像我不是药生里面的慢性力细胞白血病 实际上那个病是因为两个染色体发生了融合 而产生出一种变异的蛋白 所以对于那种蛋白设计的药 现实里面叫Glevic 格列胃 在电影里面叫格列灵 但那个药就是一个Target Therapy 它只针对那个一个 就是说融合之后产生的一个变坏的一个蛋白 然后再到后面还有一些 比如说Immunotherapy 还有对于Check Point的一些 这就可能现在叫做Immunotherapy 免疫治疗 对吧 然后除了这些治疗 还有一些你们可能在报纸或者哪里看到 比如说Hormone Therapy 因为有一些肿瘤 它是依赖于Hormone 比如像Prostate Cancer 或者Breath Cancer 那么实际上你可以把这种看成某种Target Therapy 那么实际上这一百年以来 这里 说的是这种Motality 就是说死亡 每10万个人里面有多少死亡 可以看到可能从1975年到2015年 并没有非常significant的变化 当然对于某一些特定的癌症 像某一些白血病或者儿童里面的一些血液肿瘤 有非常明显的significant的变化 但是对于整个Cancer Landscape 很多情况下还是以预防为主 那么这个page里面其实有很多名人 对于Cancer的一些治疗 类的一些经验 那么Wooverine 他自己就 因为他是澳洲人 澳洲这边很多是这个Skin Cancer 因为阳光比较猛烈 臭氧空洞的原因导致UV的含量比较高 UV是高冷的那部分关子 所以造成的PT4癌会比较多 所以这就lead to next session 关于early screening 所以我们现在邀请我们的Frank 跟我来一起go through一下 我们会以CRC Colorectal Cancer 为例 来看一下我们early screening 有一些什么样的措施 好那我先谢谢Screen 好这次非常谢谢TapTalk的邀请来给大家讲肿瘤筛查方面的内容 然后是孙玉先开始吗 先 OK 对 然后我们可能 我们刚刚看到了一些肿瘤的一个大致的发病情况 Frank 我们大概再讲一下 具体的一些 instance 目前是什么情况 对 好我们现在先说一下 就是关于也是 WHO上面Cancel Observatory里面 给出的统治出的一些资料 现在目前是最新的是2020年的 全球范围内呢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主要的肿瘤 主要癌症 就像孙玉说的 乳腺癌 肺癌 截肢肠癌 前列腺癌 和胃癌 都是占了很大的一个比重 然后接下来看到中美两国呢 左边是中国 然后右边是美国 这其中主要的几个癌症呢 还是以肺癌 乳腺癌 截肢肠癌 为主 然后当然 国内的话 因为一些肝癌 慢性肝癌的关系呢 肝癌 还有食肝癌 也是占了很大的一部分 然后呢 癌症呢作为 刚刚孙玉说到 癌症的作为 就是万病之王吧 即使在医学非常发达 不断更新 患代的现在 也是让人闻之色变 而 即使在治疗成熟的情况下呢 虽然有越来越多的癌症患者 通过一系列的治疗 得到了康复 但是呢 这其中所他们所经受的痛苦呢 也是我们任何人都不想经历的 因此呢 我们就说到了 也是我们为什么要说一下 预防医学的重要性 可以防范于未然 那这位是蓝安生呢 是 是北京协和医院的第一任 公共卫生主任 他上提到的就是 an ounce of prevention worse more than a pound of curative medicine 就是说 这个预防医学的投入 所以对于整个医学领域 对于整个患者 本身群体来说呢 是比发展 比治疗能达到更好的效果 比如说是防范 有大医治未病的概念 OK Friendly能不能大概介绍一下 常见的一些 啊 对 筛查的一些规则 是是筛查的规则的话 就是WHO 世界卫生组织 也给出了一些筛查的建议 就是并不是什么 任何疾病呢 都适合做筛查 首先特定疾病 他提到了 以下主要几点 首先呢 是特定疾病 这个疾病呢 需要是对我们人体造成的 足够大的伤害 是足够重要的疾病 另外呢这个疾病 为了符合筛查条件 这个疾病 需要有一个 呃 比较可以被筛查到的一个前期 早期的一个病变 呃 筛查方式方面呢 也需要有一个 大家都可以 大家能 我做 接受的筛查方式 呃 包括就是 关于筛查方式 是有 因为 有些某些筛查方式呢 可以 之后会提到 关于肠镜 作为完全筛查的 方式呢 可能 并不是那么的 呃 理想 因为有些筛查方式呢 本身是 是存在的一定风险的 对于完全无症状的 的人群来说呢 过度的筛查可能有 对某些疾病的过度筛查 可能还会造成一些伤害 就有点得不偿失了 另外呢 筛查的疾病呢 需要有一个 比较完善的 治疗方案 因为我们早 提早确诊 并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 呃 我们做 疾病筛查 肿瘤 任何的疾病筛查 呃 最终的目的呢 是为了提高患者的 生活质量 提高患者的生存率 呃 那么就是 那我们就是说 需要 这些疾病只有有 有些比较完善的 治疗方案存在 那才是有筛查的必要 啊 还有就是卫生经济方面的 就是对于 从一个大局的角度上来说 呃 因为筛查 筛查本身呢 是 是有需要一定 大量的资金投入的 呃 那么虽然可以说是生命 本身是说是无价的 但是从公共 公共卫生的角度上来说 这些钱怎么样用 可以救到最多人 也是一个 需要考虑的范围 嗯 所以综合而言是一个疾病 能否被早期 检查出来 然后一系列的社会经济 包括 这种检查方式的副作用 对 综合考量 最后考量就是这个疾病 被我们能提早筛查 筛查出来之后 能不能用最低的风险 和最高效的方式筛查出来 并且在筛查确诊了之后呢 是不是有完善的治疗方案 然后来来确实就是提高呃 患者的生存率以及生活质量 OK 明白 然后我们知道呃 然后癌症筛查来说呢 然后癌症筛查来说呢 就是作为是预防医学的很大的一部分 那癌症筛查的目的呢 就是为了发现癌症病 如果能发现癌症病变的话 那就可以治愈为目标 如果发现的是早期癌症呢 那也可以提早干预 改善育后 然后可以减轻症状 然后刚刚说到了是从卫生经济学的角度上来说 呃 可以早期癌症的筛查可以为呃 就是本身的本身政府的就是医疗 医疗保险医疗系统 节省很多的呃 很多的花花费 但即使是在一些全民医保的地方呢 呃 如果患者被因为查到了癌症 他们为了接受治疗可以也必须放弃一些事业 血液上的一些呃 进展 所以其实这个成本效应呢 其实不只是说呃 作为一个医疗系统会花费多少 可是我们每个人是 其实在不是自费医疗的情况下来 其实如果不不不幸生患癌症 或其他疾病的话 也是会有大量的经济负担和身心的负担 嗯 我们能说一下肠症肿瘤的一些 解液果通过筛查 对 就现在我们比较完善的 几个癌症筛查呢 主要可以有 我们今天一会儿会详细说的 节肢肠癌筛查 呃 还有呢就是功 还有比较完善的就是 功颈癌和乳腺癌的筛查 大家可以看到这三种 肿瘤筛查其实已经实行了 可以说是有十几二十年的 在各个国大部分西方国家都有 十几二十年的经验了 然后也有不断的有统计数据 可以表明他们对一些死亡率的影响 就可以大家看出在筛查的情况下 这三类癌症在近几年的死亡率 都都下降了有大幅的下降 这里要澄清的一点就是 功颈癌的死亡率有下降大于50% 不过这一点的不完全是 归功于肿瘤筛查 因为功颈癌作为少数几个 由病毒造成的癌症 我们在这几年大量推行 HPV的疫苗之后呢 功颈癌的死亡率也是由于这个原因 加上肿瘤 早期肿瘤功颈癌筛查的原因 而比其他两个癌症有更多的 死亡率有更多的下降 OK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节肢肠癌来详细说一下 首先是说我们这边是以 肿瘤筛查有各种各样 但是刚刚提到的三种是最主要的 是证据更最为充分的三种 今天呢是以节肢肠癌作为一个例子 首先呢节肢肠呢是 从我们人体肛门进入开始的直肠 到还有我们的大肠到小肠之前的大肠 这一段称之为节肢肠 节肢肠癌呢就是这一段肠道中的病变 刚刚孙玉也说到了一些从正常 癌症是怎样产生的 那以节肢肠癌为例呢 肠病本身呢是有很多是正常细胞 他们在接受了基因突变之后呢 变成了异常细胞 不受控制繁殖的异常细胞 他们不断增殖成为了一些吸肉 然后吸肉在几年 根据基因突变的不同 吸肉在很短的时间到十多年间 会发展成节肢肠癌 进一步入侵到肠壁更深处 以及其他全身各处 然后节肢肠癌的分期呢 有国际上的有各种各样的方法 这里选我挑选了一个 比较直观的一个总分为四期 第一期呢是指肿瘤 它是在肌肉层以内 比较肠壁比较表面的一层 第二期呢就是他们 已经入侵到了整个肠壁 第三期他们在入侵肠壁之后呢 又到了当地的部分 直部的淋巴结 第四期呢就是他们 不仅是到淋巴结 而且转移到了更远端的细胞 就已经可以说是就 我们常说的肿瘤扩散 就是这样子的 第四期这样子一个情况 大家也可以看到 这个患者在不同 程度的节肢肠癌上来说 他们的生存率 其实也是逐年低 越是晚期 他们生存率也是越低 明白 然后关于节肢肠癌 他们的一些主要风险因素 这里也和大家说一下 家族史这一点呢 会因为是一个 就是有 有些基金突变呢 是在某些家族中更为常见 这个我们一会会细说 怎么来 检查家族史 另外一些比较常见的风险因素 包括饮食上的 比如有 收入过多红肉和酒精 还有蔬果的收入不足 都会增加截止肠癌的风险 还有一些其他的肠道方面的慢性疾病 如果 比如炎症性肠癌 就是很大的一个风险因素 还有西安呢 就是西安有害健康的 这个大家都知道了 就是西安不仅是 不仅仅是会大幅增加大部分癌症的可能 另外呢 对心脑血管疾病呢 也是一个很大的风险 家族史呢 这里 绝大部分在做阶症癌筛查时 会把家族史这个风险 其分为三类 低风险中风险和高风险 这里提到一个比较重要的概念 是一级亲属和二级亲属 就是是否有 家族史的情况下 有多近的近亲确诊截止肠癌 一级亲属呢 是只有最直接的 比如说是父母兄弟姐妹和子女 然后二级亲属就像 爷孙被啊 那些中间有隔了一层的 因为其实越近的亲属 他们的 他们从遗传学上来说 我们就有 我们是有共同的基金是更多一点的 那他们如果确诊了截肢肠癌 对我们的风险是也是更大一点 还有刚才孙宇提到的癌症通常来说 除了一些少部分的儿科癌症 绝大部分癌症 都是在年龄越大风险越高 因此如果是以截肢肠癌为例 55周岁是一个大家比较公认的一个分水岭 就是55岁之前 如果确诊截肢肠癌 那可以说是一个高的家族 比较高风险的家族史 因为通常青年人 通常55岁之前的人 患癌的概率是比较低的 如果他们患了截肢肠癌 那很有可能是 本身他们的遗传基金 有一些更容易产生截肢肠癌 所以他们周围的亲属呢 也需要更加小心一点 大于55岁呢 55岁呢 那他们的癌的可能性 除了家族史以外 又有更多其他刚刚提到的 饮食因素 吸烟 其他疾病等 那对于 那对于从遗传学角度来讲 对他们的亲属的风险 就相对来说要低一点 那低风险人群的定义呢 是指一种是完全没有 截肢肠癌的家族史 或者个人史的 或者他们只有一位 一级或者二级亲属 在55周岁之后 确诊了截肢肠癌 中风险指的是 有一位一级亲属 在五十周岁之前得截肢肠癌 因为说到他们更年轻的 年轻人得截肢肠癌 那对他们就说明他的很有可能是因为 本身家族史中就有一些更容易造成截肢肠癌 基因突变的一些遗传性疾病 还有种就是两位 一级或者二级亲属 在55周岁以上确诊截肢肠癌 那高风险的定义呢 是三个或以上一级或二级亲属 那三个呢其实在一级和二级亲属中其实是一个比较 呃让人担忧的一个症状 又说明很有可能是有较强的家族史 明白 实际上家族史在某种程度上是通过家族的一个DNA情况来预测个体 对是的呃 然后关于怎么筛查呢 这个其实我对这三种不同风险的呃 人群的筛查的方式也是筛查的政策也是有所不同的呃 呃 截止肠癌筛查主要是两种手动力法会细讲 一种是FOBT就是粪便饮血检查 还一种是场境 对于低风险人群来说呢 我们是推荐目前呢是推荐呃 呢粪便饮血检查一开始是每50周岁到75周岁开始 每两年一次呃 现在呢这两年呢有一些说法是可以45 可以从45岁就开始每两年一次呃 进行一次饮血检查呃 中风险呢是呃 4540岁开始每两年一次饮血检查 但是从45岁开始从50岁开始呢 每五年一次呃呃 常境检查常境筛查而高风险人群呢呃 呃就是 筛查需要更早一点 顺便饮血呢是FOBT呢是推荐35 岁开始两每两年每一到两年一次而 常境检查呢是每五年一次但是是需要从40 到45岁就开始明白能不能然后 嗯 介绍一下 两种啊对好就是这个检查方式具体是做些什么 好的一种呢是大家跟大家更加相关的就是FOBT 糞便饮血实验这个其实是一种手段来因为呃 便血是截肢肠癌比较常见的一种症状 因为如果不管是膝肉还是截肢肠癌 在肠道中都有可能会有一些微量的有微量的出血 这些血呢大部分情况下并不是肉眼可见的 所以就称之为饮血 然后是通过实验室手段来确认是不是有一些呃细微的 肠道出血呃 这个是以澳洲为例在澳洲他们大部分 激风险人群在50周岁的时候都会收到政府寄来 这样一个呃 FOBT试验盒 这其中呢是需要采样有两个不同 两次呃 两次排便时的采的采的采的样本 他们会有除了只是填个人信息表格之外呢 他们最重要的就是采样本身了呃 那因为大家可能都会觉得可能会觉得粪便饮血这个采集会有那么多少有点不适吧 所以他们也是尽量设计的是不用不用直接接触了 这里是有一个可降解的呃 可降解叫toilet liner就是铺在那个马桶下方 然后接住粪便 然后这个本身试管试管打开之后呢是有一个刷子 然后可以进行在这个toilet liner上进行采样 然后直接把那个把那个采到的样本直接放到试管口之后呢 放到这个密封口袋 这样有两个 而下一次再采样 再采样之后呢 这个toilet liner就可以跟排便一起直接冲走了 不需要再去有任何接触 然后做好两个采样之后呢 就放到这个邮箱有这个邮箱里面会寄到有信封里面寄到实验室 进行呃进行分辨饮血的采样 那么如果采样对于低风险人群来说如果呃分辨饮血实验呈阳性的 那就说明是是有可能只能因为这是一个筛查而不是一个确诊 筛查手段而并不是一个确诊的手段 因此呢FOBT呈阳性并不代表就是有节制的障碍 甚至也不能完全代表有就是分辨中有血 而是说有可有这个可能需要进一步的确诊 那因此呢在呃如果是FOBT这个分辨饮血呈阳性的的低风险人群 还有就是中高峰达到一定年刚刚说到达到年龄的中高风险人群 他们就需要进行长径 长径本身呢是可以分成大致氛围这样四步吧 就是呃首先呢在前一天呃呃 患者需要喝下这个FOBT算是一种特殊的泄药 来尽量的排空肠道 让呃呃医生在进行长径 使去长径筛查和确诊时可以更清楚看到肠币是否有异点 是否有那些比较小的吸肉啊什么的 然后在当天的麻醉师会通过静脉注射一些麻醉证定药物 让呃进行麻醉所以呢你减轻 让患者并没有不会有什么任何的不适 然后呢一般是生化内科或者是普外科医生呢 会进行长径这个确诊 那肠经呢会从肛门注入 然后然后进行到整个观察到整个节肢肠是否有一些吸肉或者早期的节肢肠癌的病变 然后他们看到吸肉呢 或者这种癌就是病变之后呢会进行一些进行采样和切除 这切除这个样本会送到实验室具体看这些是一个阳性湿肉呢 还是一些早期癌变呃 然后会让患者进行进一步的检查 这里可能提到因为既然长径是经标准那为什么不让所有人都低风险人群也进行长径确诊呢 这一方其实有各种考虑呢 刚刚提到了呃 癌症筛查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是要考虑一点就是筛查手段是否能为大家所接受呃 嗯长径本身呢其实是一个比算是一个比较低风险但是还是有统计统计还是有一万到一万四千分之一的死亡率 这个死亡率呢主要有几下几点原因一种是因为呃 呃这个包配合包配合形成的电解质紊乱 一种是跟麻麻醉药相关的一些过敏 还有在很小的概率情况很少见的情况下呢 呃长径有可能会造成一些肠道的穿孔呃形成感染呃 呃其实一万到一万四千分之一这个概率比绝大部分的小手术的死亡率都要低 但如果做因此呢作为如果是一个中高风险的人群或者是本身有癌便的人群来说 这个节脂肠这个场径是这个是完全可以接受的风险 但如果对于就是本身隔节肢肠概率比较低的人群来说 如果进行很太过频繁的常境 在无症状的情况下进行太过频繁的常境确诊的常境检查呢 那其实最整个当我们一万到一万四千分之一 如果放大到整个人口来说呢 其实是会有一定数量的死亡率 这是一个相对来说风险和收益来说是不对等 因此我并不推荐低风险人群进行呃 呃在无症没有症状 然后FOBT也是阴性的呃无低风险无症状人群进行过于频繁的常境检查 明白 然后那最后我们讲一下就是关于筛查的优势 所以据统计呃 嗯 这是澳洲本身的数据就是 在零六零七年开始推行节肢肠癌筛查之后呢 哦 在五到十年之间统计出来数据是 未未筛查人群确诊晚期癌症的概率 通常要比参与筛查人群高出百分之三十八 而未筛查人群的节肢肠癌死亡率 则比筛查人群要高出百分之六十八 这是一方面主要原 这个集中的主要原因呢也是因为呃 参与筛查项目可以跟发期发现早期的节肢肠癌 可以可以移除一些尚未产生癌变的膝肉 然后一起给显著提高存活率 呃 这就是以上我们所有 正要说的关于癌症筛查的所有内容了 然后最后呢 帮我附加了一下我本身的我们的一个呃 小红书的一个号 是叫叫做墨移医学英语 是对大家对如果对医学方面或者医学英语方面有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加一下 可以关注一下 我们有每周都会有更新的视频来说一些比较常见的医学疾病以及相关的医学英语 嗯 谢谢大家 ok 好的 谢谢frank 然后我们其实交回给主持人 好的 非常感谢frank和孙宇的分享 然后我看啊我们的chatbox有一些问题 嗯 那那我们就先把就是chatbox大家有的问题解答一下 好的 嗯 嗯 我看一下 ok 这里木齐 木齐郭 嗯 我问了一个日本前列线发病率高到饮食结构其他东亚国家类似 有什么思考 嗯 我觉得可能饮食结构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嘛 可能还有一些别的比如性生活的那个情况 还有其他的一些生活各方面的呃都可能导致他对这个疾病的一个影响 那所以饮食结构固然比如说多吃呃豆类的食品 因为里面有一些呃分子可以抑制前列线癌的发生 但这是一个好的方面 但是如果其他的一些因素比如说性生活过于频繁 但这是我自己的理解 嗯 西方国家并没有把这个正式列入到那个他认为可能 适当的新生活是ok 但我觉得如果过于频繁也有可能对前列线造成压力 因为任何器官你如果呃过度的去用他的其实会产生很大的压力 然后可能会导致一系列的病变 所以如果你问我具体呃大概是什么思考 我觉得可能这是其中一个因素 但也有可能是他们像其他的一些癌症 比如说乳腺癌 他实际上除了跟饮食各方面 除了这些我们知道的因素以外 他最近的一些研究可能发现他对 他是根据女性第一胎生育的年龄有关 因为之前有很多correlation关联的研究 会发现他跟女性的一个受教育程度和有生小孩的个数都有关系 那么实际上这些因素最后疏离开来 会发现他之所以受教育高更容易发乳腺癌 是因为他可能推迟了婚姻或者怎么样 他第一个小孩生的时间会比较退后 而怀孕的时候对于身体的荷尔蒙的一系列变化 是对乳腺癌有降低和保护的作用 就保护女性不得乳腺癌 所以这可能是这个问题带来的一些 一些其他的一些思考 然后下面 对下一个问题说 Is there any targeted medicine for squamous lung cancer so far? Any effective treatment methods? 这个我 我是特别确定 因为我没有做太多工作在 lung cancer方面 Franc可以回答一下吗? 说实话其实我对 squamous lung cancer 这也并不是特别的了解 对 但是这是一个相对来说 就是从筛查的角度来说 角度上来说 是一个比较少筛查的一个疾病 因为相对来说 他的治疗没有那么的完善 然后发现通常来说 也很难有早期的一些病变 嗯好的好的 嗯 然后下一个问题问就是关于劫持肠癌 说做那个肠镜的时候会发现吸热 然后呃这个观众的问题是 所有的吸肉都会癌变吗? 呃并不是所有的吸肉都会癌变 但是他本身会根据吸肉的形态 的形状还有他们的呃 那时候他们的病理学报告 会产生一些会有一些分类 有一有最小最常见的一种吸肉呢 本身是不会癌变的 但如果有一些根据吸肉的形态 和他们本身的病变程度的不同呢 嗯 有一些有一部分的吸肉会在几年 到十来年的时间会产生癌变 因此呢 在现通常来说 在肠镜筛查时 如果发现有吸肉呃 多数会直接切除 然后送样本 然后就 然后就根据那个病理学的报告 部分吸肉是不会和 不会产生癌变的那些吸肉 他们就不需要做更多的筛查 但是部分吸肉特别是比较大的 然后在切除时 如果没有办法一下切除 需要分一两次切除的 这些他们需要在呃 在这个场景检查之后的 三到六个月之内 再进行一次场景 更近的一个场景 来看是不是有其他病变 嗯 所以吸肉本身还是会有一个 就是在发现有吸肉的人群中 还是会有个不同的呃 风险分析 嗯 低风险的吸肉呢 本身是不会产生癌变的 但是有一些风吸肉风险更高 所以就要再次 再更近的有一次更近的随访 嗯 好的 然后下面一个问题是肺癌 有一有哪有什么早期筛查的方法吗 肺癌其实并不是很有就是CT 可能是肺癌其实很多的 那说筛查主要是是说是无症状人群 因为如果本身一个患者已经他有了 比如说咳血 他比如有了一些像那些体重急剧下降 咳血一些呼吸道症状 这个时候就不是作为一个筛查 是作为一个确诊 要看他是不是有肺癌 筛查是指完全无症状人群的话 那做肺癌筛查本身并不一定是很可取 就是因为像如果我们很推行 比如说CT来作为是否有肺癌的一个 筛查方法的话 那确实可以可以提前确诊一部分肺癌 但是他其中最大就是这个大规模造成的 这些人 这个很多参与筛查人 但没有肺癌 很多就是参与筛查但没有肺癌人来说 他们就是平白无故的接受了很多一些辐射 那他们本身这辐射 过多的辐射本身也会造成一些癌症 所以就是并不推荐就是用一些CT 这种方法来进行肺癌的筛查 嗯好的 然后下面一个观众想了解一下这个乳腺癌预防方面 哦对乳腺癌的话呢根据所有也是跟类似节肢查 也是有一个家族家族史的一些风险评级 然后呢那样的话40岁以上可以推荐 开始每每两年做一次mammogram 就是乳腺癌的筛查 是一种特殊的是特别对于乳腺的X光 来看是否有肿块 然后呢影像科专家呢会根据这个 这个mammogram的结果来看是否是有 有没有可能产生有乳腺癌 呃或者是有乳腺病变 需要做进一步的确诊 然后乳腺癌本身的话 自己检查 自检呢其实是一个现在说比比较 说可以说controversial的一个 就是说乳腺自检的是否有必要 其实还是说是有必要就是可以如果可以 女性朋友们可以每个月自己检查自己乳腺一次的话 看是之后如果发现有新的肿块 新的那些变化的话可以更早的就医 所以对于本身乳腺癌筛查人群来说 40岁以上的是推荐每两年做一次mammogram 但是自己也可以每个月检查一下看是不是有一些新的肿块产生 好的 然后下面有人关于肺癌早期的A1期的治疗说 呃用质子治疗可以呃可否彻底治疗有没有复发的可能 啊这个我可以回答一下啊实际上任何治疗除了手术之外 很多肿瘤都有复发的可能所以从一个治疗的角度来讲 医生也好或者其他人也好很难确切的回答说一定不复发或者怎么样 因为其实大部分肿瘤它都有复发的可能 那么我想说治疗跟其他的放射 他最大的一个区别实际上是利用他的一个 当一个放射粒子进入到体内之后 他会被组织来slow down 然后他会在一定的深度示范最大的能量 那么如果是用其他的比如说电子或者X光的话 他这一个能量的释放范围会比较大 那意味着你可控的治疗的这一部分 他的边界是比较模糊 那么质子跟其他的这种放射相比 他最大的一个优势是他可以控制比较好的控制他边界 所以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把更多的dose放到这个tumor上面 尽可能的减下他对周围tissue的影响 那么至于他的生物或者治疗效应 他实际上也是一个case by case 所以这里很难说他一定不复发或者一定复发 好的 那是不是说早期他相对就是一些晚期来说 他的复发可能性会更低一点 是的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 但是他并不是说是用了某种方式的治疗 而低是因为他本来是早发现而进行干预 如果说他的治疗如果是用X光或者高高冷X光 或者电子也可以治疗他有可能也低 好的 然后下面一位说就是想咨询一下就是现在有通过血液 然后检测这个癌细胞的一些代谢分子 来早期筛查多种癌症 然后问这个方法靠谱吗 可以介绍一下吗 呃我可以先回答一下 呃这种实际上有很多方法在研究 都是通过这个大部分他们的一个理念 是肿瘤在生长的过程中 因为肿瘤它的生长并没有正常细胞那么好 它很多是破损或者溃难 它里面的内容物就会随着那些溃难 而融入到血液里面 再加上Angiogenesis 它周边有很多血液 所以很多情况下是检测血液里面有没有肿瘤的核酸 有点类似说我们检测新冠的核酸是一个道理 就是我看血液里面有没有一些比较可疑的DNA分子 或者MRNA分子的片段 然后这一步再往上再往下游进一步 有可能是来检测有没有一些肿瘤的标志性的一些代谢物 那么至于说这个方法靠谱靠谱 只能说它可能在specificity和sensitivity之间做一个权衡 比如说一种方法它如果非常准确 就非常sensitive的话 它有可能有很多false positive 就是说它本来没有癌症的话 它可能通过这种方法 会显示出来会有 然后现在在临床上面 我没有 就是我还不知道有很多这种应用在临床 所以我觉得大部分还是在研究 作为一个scientific research的阶段 Front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Front好像掉了线 好 好 那我们先回来 那你有什么要补充吗 对 这些血液就是很多 对于肿瘤标食物的筛查 很多还是 就是在确诊发现 比如说影像确诊的肿瘤之后 进行一些辅助的一些确诊吧 因为肿瘤标食物 很多不同的肿瘤 它们都会有类似的肿瘤标食物 那其实如果作为筛查的话 有一点就是说 这个肿瘤标食物的上升 有个问题就是说 这个肿瘤标食物的上升 到底是从哪个器官出现的 那表示 那其实很多 作为一个筛查方法 并不是特别的理想 因为就是说 它可以确实摔摔 你好像有问题 但又不知道哪有问题 并不像是肠镜乳腺 乳腺Mammogram 肠镜这种是说 确诊 确认某一个到某一个器官的矮边 是的 它更多是一个辅助 类似很多痰疾抗原的检测 它可能能判断说 整个消化道有异常 那它并不能确定说 是疑线或者说是肝胆 对 还有一些比如说 一些卵巢癌 那些的 他们的一些检查 可以还有乳腺癌 一些关于肿瘤标食检查 可以辅助他们的治疗方案 但是并不是说能很有 对于一个 对于筛查来说 并不是那么的有用 更多的是 后期在确诊之后的辅助 嗯 嗯 然后根据这个 他们 他有个后续的问题说 如果没有发现这些标志物 是不是可以排除很多癌症 可能 所以你再重复一遍哦 他的问题是如果在这个血液检测中没有发现这些癌症的标志物 嗯 嗯 是不是可以排除 嗯 这个人现在有癌症 可能说很大概率是他现有 筛查的这些癌症他没有 就目前是没有 就目前是没有 但是 就是像我刚刚讲的在医学里面很难说很绝对的话 因为所有的检测都是根据目前整个大环境的一个 呃 你要发病pattern来设定 只能说他的概率是更小 嗯 是的 呃 然后呃 然后有个问题是就是说在场景中发现吸肉是已经呃 变成腺流 这个时候癌变的概率多大如何筛查 哦 并不能给出一个完整的概率的数字 但是如果变以前是腺流的话 那就是已经是高风险了 呃 因为很多大部分绝大部分腺流呢 在几年到十年之间的都会变成呃 截止肠癌 所以那时候呢是肯 在发现的时候应该在场景发现这个腺流 或者这个吸肉或者腺流的时候呢 因为很难从肉眼看出来 他们会完全切除掉 然后如果发现是腺流 而不是那些最普通的吸肉的话呢 他们那么需要有后续的 那就不是说筛查 而是说是呃 随访因为他们已经是高风险人群 就可能一开始可能要到六个月 再做一次场景 在后面呢也会有更频繁的场景 就已经不是像 因为没有吸肉 没有任何异常的高风险人群 他们是推荐五年做一次场景 但如果已经发现有腺流的话呢 那其实是高风险人群中 更高的一个风险 这种情况下其实是根据现流变病的 病变的程度的每个人的那个筛查 是因人而异的 但是会比这个高风险更频繁 需要比高风险更频繁一点 好的 然后下面一位观众说了 就他说呃 在多年前广东清源一个地产项目引入 德国超早期的癌症筛场项目 费用16万人民币 呃他想问一下什么是烧超早期删查 为什么这么贵 嗯 这个 我没有听说过这个词 我也觉得这个听着有点神奇 嗯 这个有没有这个词叫超早期赛场 并不是特别清楚 就我不知道他自己是有哪一些项目 是说是有一些很多说更早期 比现在常规筛查更早期的还是 血减主流标时那些 然后 但本身的话呢 不知道他这个说这个早期癌症筛查项目 里面是具体有哪一些项目 然后检查哪一些癌症 对实际上Friendly刚刚讲的那些临床里面应用的 已经是在比较早的时候能够发现 对 所以说如果再早的话 有可能他的原理或者准确度并不是那么的可靠 嗯 就因为关于筛查还有大家还要注意一点就是 需要避免过度筛查 就是因为大家也看到了在筛查成阳性之后 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 然后进一步的治疗 这些其实如果是过度筛查的话 那很多可能会变成了造成了一些没有必要的检查 那本身其实对人也是有不必要的风险和花费 好的 然后最后一个问题是 有个人问他的姐夫是肺癌早期做了手术 现在在吃靶像药 然后出现口腔溃疡严重 嗯 请问是什么原因 然后有什么方法解决吗 这个得具体看是什么样 因为这个是肺癌 每一个患者都是不一样的嘛 所以这个很难就是给一个很笼统的回答 只是说就是大部分就是癌症治疗 确实是有一定的副作用 然后口腔黏膜包括肠道的一些副作用 因为大部分的癌症治疗都是为了抑制细胞的过度 癌细胞的过度繁殖 那在治疗过程中呢 会也会影响到一些正常细胞的繁殖 那肠道皮肤这些细胞 因为他们也是在平时日常生活中 也是会是繁殖的比较快的一些细胞 那他们受到的影响也会更更大一点 但是具体的话本身就很难说有什么原因的话 大部分情况下是因为一些治疗的副作用 然后方法的话那就比较有一些 一般来说是有一些就是关于可以缓解一些症状的 的药膏药物 包括是止痛还是本身的 但是并不是说 但具体来说还是要看每一个病人 还有跟组织医生沟通 好的 然后有位观众就是刚才问到了腺流 然后问做手术是否合适 你手术如果是指的是 我假设这个手术指的是 是否就是切除 就collect 我们叫collectin 或者hemicollectin 就是切除部分的肠道的这种手术 而不是肠镜 但如果只是腺流的话 单个或者很少部分的腺流 其实是并不推荐做手术 切除部分肠道的 因为这本身大家可以想象是一个比较大的手术 需要切除部分肠道之后 把另外两端肠道接起来 然后在有些患者中他们还需要做一个漏 需要几周漏 做漏来让那个肠道本身开始慢慢预合 然后再接起来 这其中是通常需要很多数肠手术 然后需要花费时是一个几个月来说的 并不是一场手术 即使是健康的人 他们切除部分肠道之后 再接起来 也是需要有很长一段时间的康复的 所以如果只是单个或者很少数的腺流 是一般是不做手术 除非是多个腺流 然后多个腺流在集中在某一处的话 他们可能是肠道肠镜 通过肠镜没有办法一个个 这样挖出来也不理想 他们而且会觉得很有可能会 所以在这一段复发 这时候他们才会做手术 所以大部分人限流 他们是不做手术 是不推荐做手术 好 然后有一个人同学 观众问了一个问题 说在在美国怎么做筛查 然后是按照PCB 推荐的那些项目就可以了吗 其实我有稍微 因为我现在是要在澳洲行业 不过稍微在 那就是在检查 也有Google一下美国 是怎么回事 大部分好像是在家庭医生中 那边是可以 就节肢肠癌来说 是可以在通过家庭医生的 那边是得到 就是那些FOBT 分辨淫血检查的 的referral的 然后 然后本身 肱颈癌也是可以在家庭医生 或者妇产科医生的 妇科医生那边进行一些 就是 肱颈的采样 乳腺癌的话 不清楚具体是 应该是也有 应该也会有转整渠道 就是明确的转整渠道 但我并不是特别了解 在美国是具体怎么操作 因为在澳洲是 这一部分是 乳腺癌那些是可以直接去 这个乳腺癌的机构去进行筛查 不需要就是完全需要就是医生 在之前就介入 嗯 好的 好的 然后大家如果还有后续的问题的话 就就赶紧啊 在chat box 然后提问 然后如果没有的话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讲座就告一段落 好的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大家 嗯 嗯 谢谢 那就这样 嗯 好 谢谢拜拜 拜拜 好非常感谢Franck和尹森今天的呃 讲座 我觉得就是讲就是刻苦这一 这一方面就是感觉让呃 大家没有背景的人也能就是懂得特别清楚 嗯 没事 好 希望之后有有机会大家还有什么感兴趣的可以跟主办方联系 我有机会能够 再讲一些别的跟癌症有关的也是可以继续组织 OK 那今天就这样 拜拜 嗯 非常感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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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